今天是2020年的9月15号 请看文档的第一张图 这张图呢首先是序列重牌了啊 如果今天的收款价格高于12862点 序列则重牌不出9重牌 如果今天低于16862呢就是序列低9 那我们上周说 说今天是比较重要的日子 那么你看啊就今年出日线低9的两个重要的天 2月4号和3月19号 是不是听得那么熟悉 是不是听得很熟悉啊这两个日子 2月4号和3月19号是吧 当然不全指是深层指啊 包括上这日数 所以当它再出现日线低9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重视的 我们提前跟他们学员说 说本周的周三也就是明天是需要重视的 但是呢这个概率是小概率 因为它要求呢 首先得反弹 不反弹不成结构 第二个呢反弹的时间还不能太长 就反弹到周一就完了 周二底下跌还得低于12862 对吧 这些条件全加在一起 你就会发现呢 周三形成双左侧买点的低点的可能性 是小概率 能理解吧 我们承认它是小概率 我们一直说它都是小概率 但是为什么小概率还建议大家做好买入的准备呢 为什么小概率还建议大家做好买入的准备呢 就是这个小概率一旦它形成 它是完全符合买入条件的 一旦它形成 只不过它没形成而已嘛 它是有先决条件的 那么昨天说 假如今天的售盘价格高于12862点 则日线不存在序列 日线不存在序列 这个时候呢 也就不存在结构 因为结构是需要创新低的 如果创新低 它就有序列了 能理解吗 它是个逻辑问题 假如市场创新低 出结构了 或者出增化了 它就一定会有序列了 所以先决条件 那么考虑到这个地方是有可能 虽然说它是概率比较小 但是有可能形成重要买点的 所以呢 建议大家提前做准备 假如这个买点像今天一样 没有形成 并且确定它无法形成 做好买入的准备 把它取消掉就行了 我们也不损失什么 对不对 那你做个准备 并不代表你 你一定要把这个 这个地点买进来 是吧 只是做个准备而已 做准备又不损失什么 好吧 那么好了 今天收盘价格高于12862了 代表明天形成低点的可能性很小了 但是明天形成高点的可能性又出现了 并且目前来看概率大于50% 也就代表的是大概率 它的要求是明天最少 就是明天至少上午是强势 如果上午强势不跌的话 下午两点左右会有高点 但是高点和低点级别不一样 明天的高点 只能判断是一个小高点 但是假如今天低于12862 明天的低点将是个大级别的低点 就是他们俩的级别不一样 能理解吧 但是他们两个都是需要有前提条件的 一个呢是明天上午需要继续强势 一个呢是今天弱势 今天弱势呢明天有低点 并且低于12862 但是今天没有弱势 今天表达强势 所以明天低点也就不存在了 所以明天呢就是说 上午如果是强势的话呢 到下午两点左右的时候 容易出现高点 但如果明天上午不是强势 是下跌的 明天下午的高点也就不存在了 跟今天排除低点的逻辑是一样的 好吧 高点也没有 如果明天有高点也没有可操作性 因为我们已经进行了检测 不需要再次检测 那么高点出现了之后 会不会出现进一步的下跌 如果出现进一步下跌 就会有结构了 但是这个结构不会出现在周四 就是明天是周三 如果形成高点的话 低点也不会出现在周四 高点又不能卖 因为我们已经卖了 低点的又不是出现在周四 所以得出来的结论就是 明天后天都不重要 能力解剖 理解的打一 周五我估计下午吧 周五 但是现在其实没必要说嘛 就等明天怎么走 然后再到后天怎么走 进一步的推周五 还不理解 明天后天不重要 这个事能不能理解 就是它没有可操作性 或者说可操作性极低 形成可操作性的极低 那当然也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明天我就突然来根大阳线 六亲不认的那种大阳线 然后突破短期局势 那你说它具不具备可操作性 对吧 但这种概率很小呀 这种概率很小呀 所以从结构的角度来讲 明天后天是不重要的 但是从趋势呢 这一波一直以来 我们都说是上升途中的调整 调整的横盘格局已定 调整结束之后 市场会再次上升 四季度 甚至有可能全部都是上升周期 所以一旦突破趋势 千万不能忧郁 徘徊 举棋不定 要坚定的入场 看多做多 结论清晰吗 好吧 趋势之前呢 我们就等结构嘛 趋势如果突破了 就不要等结构了嘛 就说白了就是这么个事嘛 就说白了就是这么个事 是吧 那么结构形成的时间呢 就是我们排除周三和周四 但趋势不能排除 对吧 趋势不能排除 上升途中的调整啊 低点不一定都有结构 下降呢 下降里的低点 多数都有结构 但上升途中的调整 跟下跌是不一样的 下跌呢 多数有结构 但上升途中的调整 是不一定有的 不一定有的啊 如果上升途中的调整 给个60分钟结构 那老大面子了 老大面子了啊 那这一波呢 就是先看 从这个短期来讲 先看明天那个高点 有效性 明天高点有效性啊 老师应该要等到 11月份 美国选举之后 对中国贸易战是否取消 你愁死我了 你都 明天趋势突破 你买不买 你说我不买 我等美国贸易战 对美国选举 美国选举关你什么事 美国选举关你什么事 你告诉我 你投票吗 你是美国公民吗 谁谁谁当选了 跟你交易有毛线的关系 贸易战 贸易战打了这么长时间了 是吧 从去年也开始打 到现在为止 航行一直涨 你等贸易战之后 你再买 头疼死是吧 碰到这样的学员 头疼死 脑子都大 我一再说啊 不要理这些事 不要理这些事 什么什么 你就全别理 理那么多干嘛 别想那些事啊 别想那些事 跟交易没半毛钱关系 想得多你就做得不好 你要不想反而会做得好 你说你想什么 美国选举贸易战 这跟你执行有啥关系啊 跟你做交易有啥关系啊 就是有一天 行情跌了 然后你说 你看我当时说 要等这个选举结束之后吧 你看你不等选举结束之后 行情跌 我告诉你 还是没关系 好不好 还是没关系 别往那上扯 咋也没关系 跌也没关系 你说你说那个干嘛 你说认为有关系 你怎么证明有关系 你怎么证明 你告诉我 所以清空 注意啊 清空噪音 它有些时候呢 就是噪音 对你的影响 我们就按照标准来 目前来讲 你这个行情在震荡期间啊 确实是不好做 对吧 不好做 但是呢 你如果 严格的按照标准 我能够确保你 安全 确保你安全 下跌 套不住你 上涨 甩不掉你 这里确实不好做啊 你看大家想 明天如果有高点的话 后面假如说有调整 距离短期 距离长期趋势也很近 它也有可能在这个 接下来的这个调整过程中 跌破长期趋势 没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呢 最佳的结果呢 应该是什么 第一种结果是 高点形成 然后 在底部结构的低点 在长期趋势之上 形成 这是最佳结果 其次的 就是 这个地方直接涨上去 突破短期趋势 然后呢 后面就开始产生新一轮的上升 也别磨叽了 横了两个多月 也够了 这 其次的走势 最差的走势是什么 最差的走势是什么 跌穿长期趋势 是吧 你需要继续剪 剪完之后就形成低点 这最差走势啊 因为你 结构你的服从 趋势啊 趋势为往结构修边嘛 跌穿长期趋势 它即便有顿化 你并不代表这顿化一定会形成结构 所以你要进行先卖 对吧 先卖 然后再 再再买 形成这样的情况 当然也不会太差 因为这个顿化的级别比较大 顿化的级别比较大 一人大阳线 2.5%就突破了 近期 航行走势的波动比较小啊 这个单日大阳线 也不那么容易出 哪种最高率 概率最高呢 我告诉大家这个方式 其实你细想 它是 它是最科学的 我们先以趋势防范为主 如果趋势突破了 我们就不等结构了 如果趋势没突破呢 就是等结构 这很简单的事 对吧 就一点都不难 现在距离趋势又近 距离趋势又近 微调都没有地方调 没有地方调啊 明天下午呢 如果明天上午是强势的 明天下午有高点 明天上午如果走弱呢 序列也会消失 就跟今天那个日线序列消失一样 90分钟序列也会消失 第二我们再看这张图啊 再看这个90分钟的图 这90分钟呢 7 是吧 30分钟8 你记得我跟大家前两天讲的 这个共振的关系吗 我说如果反过来啊 小周期在大周期的后面 它就形成共振 但这个它又是小周期 在大周期的前面 对吧 30分钟是8 90分钟是7 所以30分钟呢 初九是明天上午10点 90分钟初九呢 是明天下午的2点 可是明天下午的2点 就变成了30分钟的十几了 10点半是10 11 12 13 14 对吧 14 14就差得很远了 如果反过来 假如说啊 90分钟是8 那么初九的时间呢 就是明天上午的11点 对吧 如果90分钟是8的话 30分钟是7 明天上午的10点半 如果是7的话 那加两个周期 就是两个30分钟 明天上午的10点半 10点半和11点 就形成共振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判定 这两个周期 得出来的高点 是明天上午的10点半 到11点 这段时间 能理解不 但是这个 目前来讲 你看30分钟是8 90分钟是7的话 还不形成公振 如果不形成公振的话 效果就会弱 所以我们先以大周期为主 明天下午的2点 明天下午2点 但这个级别并不大 级别并不大 序列的级别并不大 因为只有 六七出现 六七出现 中阳线的时候 序列的级别才大 你看这都是小阳线 小阳线啊 所以序列随时可能消失 这是一个 那么为什么是明天下午2点 是因为 上证的90分钟序列是6 还不是起 它是6 6的时间是明天下午3点 对吧 所以我觉得取个中间 是明天下午2点 好吧 这些细节都考虑到了啊 都考虑进去了 一步一步推理 今天决定明天 叫做每日操作策略 我也不需要太长 我就决定明天怎么做就完了 你就坚持听课就完了 终于懂了 终于懂了 啥时候加做 太磨叽了 这就像 一个非常受欢迎的 电视联系剧中间插播广告 是吧 上升途中的调整 就像 电视剧里插播广告 你不喜欢 但是它一定的插播 而且这个广告的效果很好 就是电视剧里插播的广告 曾经在一段时间里 卖的最好 是吧 卖的最好 因为你不得不看 而且突然袭击 有人说 我就不想要调整 就像电视剧里 不想要广告 如果没有广告 没有收入 谁还拍电视剧呢 大家想想 对不对 是不是这道理 如果没有调整 怎么会有上升呢 可以买个会员 去广告吗 我告诉你 上升途中的调整 去不了了 必须看 广告必须看 当然有时候也能去掉 是吧 这波顶部 顿化消失了 如果结构形成了 实际上就去广告了 就去广告了 如果这波调整 是有结构配合的话 就去广告了 也不能完全说 现在就一定没有结构 如果有底部结构 也行 是吧 假如说明天高点 然后后天 大后天 下天 然后周五 或者是下周一 出现低点的时候 带结构的低点的时候 也算去广告 但这种概率很小 概率很小 但从短期的角度来讲 就是我们本来判断 明天是低点的 但是呢 现在是刚好相反 明天是高点 这个呢 必须要明确说 因为很多人都都都就不想 那个逻辑和过程 也不停课 就觉得老师你说周三 我就周三买 那我就头就大了 创新低才有低点 创新低才有结构 六十分钟线 九十分钟线 创新低才有结构 才有顿化 好吧 顿化还不是一定会形成结构 还得降速 好多条件 好多条件 主机正向波和刺激印象波 趋势啊 你比如说现在下降趋势 对吧 下降趋势 下降趋势里 因为它破为短期趋势了 就是短期进入到下降趋势了 在下降趋势里 出现了高九 就是刺激印象波 在下降趋势里 出现低九 需要配合结构用 如果不配合 咱们一把二分钟序列 六十分钟序列 九十分钟序列 三十分钟序列 早就买进去了 大家记得吗 就这一波 其实这个底部的序列 是不好用的 九十分钟序列 你看六十分钟序列 都不好用 发现没有 但是在它不好用的时候 我当时就说了 我说这个九十分钟 跟上一次的九十分钟的 低九不一样 上一次是在趋势之上 形成的低九 我判断低点 但是这次在趋势之下 形成的低九 所以叫做 主机正向波的低九 必须配合 顿化用 但是没有结构 所以没有建议大家操作 但是没有操作也是对的 到目前为止 它那个低九是没有效果的 没有效果的 但明天的高九 可能会有效果 因为它是在刺激 就是在下跌趋势的高九 刺激逆向波 可能会有效果 所以就短期不能追 短期不能追 尤其是明天下午 耐心点 双左措必须是同一个周期 对 必须同一周期 好吧 但是 日线的低九和六十分钟的底部 顿化 它们两个不是同一周期的问题 它们两个不是同一周期的问题 注意 你说这个日线的低九和六十分钟 它不是同一周期啊 就是日线的低九 它能够就告诉你 就在这一天附近 它会有低点 六十分钟低九呢 就代表它符合了买入条件 你就算没有日线 没有日线这回事 六十分钟底部的顿化 形成结构 也是具备买入条件的 那日线低九 相当于给这个结构加了分 序列给结构加分 它不是双左侧交易 什么是双左侧交易呢 六十分钟出顿化 并且在六十分钟出低九 在顿化加九的情况下买入 这叫做双左侧交易 而不用等六十分钟的结构形成 再买入 能理解不 所以刚才说的那个 这个 这个它 有点绕啊 就是日线的这个序列呢 它其实不是双左侧 它只是两个条件而已 但不是双左侧 双左侧就是同一周期 顿化加九 叫做双左侧 同一周期啊 老师你再说一遍 不说了 这太刺拔了 你回头再听一遍吧 录音你再听一遍 行不行 行吧行吧 我再说一遍啊 日线的序列低九啊 如果今天低于128622 日线就形成低九了 对吧 日线形成低九的情况下 60分钟出现顿化 那么它是具备买入条件的 但它不是双左侧交易 它只是两个条件 其中以结构条件为主 序列给结构加分 双左侧 真正的双左侧交易 是在60分钟线出现顿化 并且在60分钟线出现九 叫在同一周期出现顿化加九 套餐 我们可以在顿化加九的九的那个位置上买入 不用等顿化形成结构再买入 这个就叫做双左侧交易 因为结构已经是左侧了 在结构里面再找一个序列的左侧 就叫做双左侧 好吧 又解释了一遍啊 个股是另一回事啊 我们现在只说大盘 这个跟大盘的逻辑是一样的 双左侧不常见 不常见 但是双左侧交易 很多人喜欢是因为它能够出现完美交易 完美交易 对吧 就最低点卖入 最高点卖出 完美交易 但这种交易呢 我其实不提倡啊 一提倡就是你交易的多了 之后很多人都 都把交易 就期待的很高 总是期待完美交易 其实完美交易跟那个 就是比方说右侧交易或者左侧交易 不是双左侧交易 只是简单的左侧交易啊 差别并不大 空间上差别并不大 但是给人那个 那个 给人那个感觉啊 就太好了 就有一只股票 比方说它是最高价格 10块03分 你能卖到12块10块02分 然后那种感觉 比那个卖到10块01分 要好很多 都是一分钱 是吧 差很多 那双左侧交易 但你比方说 你用结构形成 或者是趋势突破 就不会 尤其趋势 趋势是 趋势就永远不会完美 能理解吧 趋势突破就不在低点 趋势破位 它也不在高点 趋势就永远不完美 所以很多人就 讨厌趋势 是吧 发自内心的讨厌趋势 但我告诉你 它虽然不完美 但是在 真正大是大非的行情面前 人家能够帮助你 你换序列试试 你这波日线的序列啊 主生那个期间 你看看那日线那个高久 你按序列做做试试 包括结构是吧 主生之前 日线顶部结构形成 你按结构来试试 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吧 就是 越左的东西 越左的交易 咱们投资者越喜欢 就喜欢这个逢低买出 逢高卖出 但是呢 我告诉大家 就是这个地方的 在这个逻辑呢 在大多数上 在大多数时候都好用 可是一旦进入到 不好用的阶段 就是原则性错误 原则性错误 那个原则性错误 出一次 你就把前面的钱 全赔回去了 这就是大多数人 大多数个人投资者 他亏损的主要原因 小赚 大亏 对吧 每次赚赚的少 然后呢 一亏亏个大的 但是你一旦 趋势为王 以趋势为核心 就会发现反过来了 小亏 每次亏亏的小 但是大赚 就反过来了 牛市里结构不好用 趋势才是王道 不过牛市啊 熊市也一样 熊市那下降趋势一破 对吧 2008年 从6000点给你跌到1600点 很多有色金属股 是吧 当年我们做的这个有色金属股 超这个酒色金属的底 从100块钱给你跌到10块钱 跌了90% 就2008年那一波 然后呢 有色金属呢 平均那一波涨了400% 大盘涨了109% 但你想想涨了400%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从100块钱跌到10块 然后涨到40 大盘呢 是从64跌到16 然后涨到34 其实差不多 其实差不多啊 无非就是 挖的坑深 啊 挖的坑深 我们就是给一个能在坑 坑底的买入的机会而已 你想想 就最终是什么 最终的结果是 6400 6124 跌到1664 然后再涨到3478 就是6124 最终到了34 然后呢 有色金属呢 是 比方说100 然后到40 其实这个 这个幅度差不多 但这中间的坑 有色金属挖的太深 然后呢 你如果能在坑的底部买入 那 就是这个 这个是挖坑的机会啊 挖坑的机会 那这一波 这一波 这一波也算是挖坑 对吧 也算是挖坑 但是呢 就是不一定能有买入的机会 上升途中的调整呢 通常怕是不给结构 就是我们能有结构是最好 如果不给结构呢 突破趋势也要买 就是本着这个原则 大家一定要本着这个原则 好不好 这非常核心 非常核心啊 行了 不多讲了 16点 04分 我们今天的课程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